我们是应香港朋友的邀请 到香港来举行这个书画展 为了赢奥运 参与奥运 构建和谐世界 构建和谐社会 我们做一点贡献 这一次我是施德水 是少林第31代比丘菩萨 我和我的师弟施德语 我们一起 他是练功夫的人 他的头发 拉汽车 能拉八辆汽车 在中国的中央电视台 表演过很多次 在全世界弘扬 很多一些收藏家 都收藏我的作品 而且我们中国中央上到国务院的领导 中央军委的领导 都收藏有我的作品 尤其是我的这个笼字 我创意这个笼字 这个笼字在这里 这个笼字是一个相形书法笼 这个笼是通过我们中国草书笼字 塑造了我们的天父天母 女娃娘娘也可以在西方称为夏娃 福西大帝在西方称为亚当 是他们两位阴阳交合 繁衍了人类 他们所谓女娃娘娘 被我们称为人根老祖 福西大帝是演了最早的八卦 叫先天八卦 这个先天八卦 就是最早的一经 这个一经是万经之源 后来周文王演的那个八卦 叫后天八卦 那个后天八卦 称为周义 这个由于福西演了先天八卦 他教化子孙 所以福西被称为人文始祖 我用这个书法的形式 这个纪念 我用这个象形书法的形式 纪念我们最早最早人类的祖根 让我们后代子孙 让所有的人类记住 我们是他们的子孙后代 我们是龙的传人 我们是龙的子孙 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的根 通过这一幅作品 就要显示 这样一个深刻内涵 另外我创意了这个五字 那个五字 也是个象形文字 是以五术 五术的一个侧踹腿的动作 构成一个五术的五字 这个在日本原来有一个大学 请我这幅字画 原来我写的五呢 解释这个五字 五即文 文义武 文武不可或缺 文武兼修 方为上乘 当着日本人 那个日本大学的那些教授 要请我这个字 他们对这个五字 特别感兴趣 那个时候我就想起了 当年日本人 这个五云长久 侵略世界 造成人类的灾害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 写了一幅叫做 直戈乃武 和平万岁 我给他们是和平万岁 现在我写的是 直戈乃武 和谐万岁 人类只有和谐 才能够长久发展下去 如果人类 总是用战争的方式 那么人类会自我毁灭 我们都完了 所以我们要记住 我们一定要用和谐的心态 用佛的心态 面对自然 面对众生 面对全人类 这样 我们相互之间 用和谐的方式 用谈判的方式 来解决 我们的矛盾 那么我们人类 就能够和谐相处 如果我们要总是用 对抗战争的办法来相处的话 大家两败俱伤 谁都会玩 所以就像现在 我们包括台湾也好 我们港澳台 我们大陆中华民族 我们龙的传人 我们这个中华民族 这个整个民族 如果我们要用互相对抗的方式 我们自己民族就完了 但是我们如果和谐 大家 这个相敬如宾 我们是一家人 我们有什么矛盾 我们用谈判的方式来解决 那么我们就和谐 我们就双赢 我们就共赢了 这是我 所有一些 创作的作品 要反映的思想 就是我现在 作为一个比丘 我要用 书画的方式 来弘扬佛法 来倡导 构建 和谐世界 和谐社会 和谐人类 这是我的宗旨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谢谢 要记住 天下武林是一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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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